通过六个人就可以认识美国总统 关系都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主动太重要 只要你一主动就有机会 很多人一说我主动 他怎么不主动 那你机会就没了 所以说我们要主动去拜访 主动给他打电话 那我们早期搞积电设备 大家知道那电梯得多难卖那个东西 一台好几十万 而且就卖给开发商和这个旧楼改造 多难卖那东西 我们天天打电话给开发商 那你开发商老总怎么能认识你 我们也不认识 我们就给下半人打电话 通过下半人去认识老总 那个时候老总一人堂 他拍板就行 但是我们见不到老总 我们就一点一点 请他的主管出来吃个饭 关系认可之后 再介绍他们一个经理 经理再介绍好副总 副总再认识个老总 这样慢慢的 就是经过两年的时间 我们才可以拿下一个像 所以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认识谁 不要担心你跟谁没有建立关系 只要你去慢慢的建立 不是你通过六个人 你就可以认识总统 所以说主动太重要了 就你一主动一热情 人都没法拒绝 有的时候你感觉你主动 好像显得我们比较低 那要做大事 你必须要显得比较低 其实真正强大的人 是懂得示弱的人 而老子在临去世的时候 徒弟走到他的面前 老子把嘴张开之后说 你看我的牙还在吗 他的学生说不在了 说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吗 他的学生说都在 老子就告诉他的学生 强硬的东西 总有一天会灭亡 而柔软的东西 会长期永存 所以说我们一个人 真正要成大事的时候 他是柔和的 很多人特别傲气 特别不好相处 其实这些人都不成熟 这些人都是从低走向高的 阶段上 道子成熟了 相对较高的时候 他就低头了 谦虚了 他就谨慎了 他就